9月20日,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,来自海内外数千名嘉宾,聚焦制造业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模式。 据了解,本次大会共设有国际制造、智能制造、高端制造、绿色制造、无人驾驶汽车体验等十大展区。 记者在智能制造展区看到,磁转伏列车、机器人手臂、无人机和新能源汽车等先进的机械装备纷纷亮相。 其中,五件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引人注目。 五件机器人通过机械手臂的精准转动,实现动作的灵活变动。 服务机器人则能模仿人的表情,与人进行智能的对话和交互。 潘靖是本次制造业大会的参展商之一。 其公司带来的机械人手臂不仅能够随时切换手爪,还能用柔性手爪抓起不规则的瓶子等物件。 他认为,未来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定制化。 企业需要通过智能化来满足更多场景的需求。 因为未来的产品很多都是定制化的,定制化的就意味着说它的每一个生产都是不一样的参数。 我们希望我们的设备能够识别这些产品,识别这些参数。 然后这个里面需要我们投入很多的这种研发力量, 在里面去做这种软件的算法的迭代。 据了解,本次展会同样吸引了许多外企参展, 他们同样带来了许多制造业的顶尖产品和方案。 许多中国企业也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来寻找发展机遇。 冯克敏是本次的参展商之一, 其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国企合作, 制造的超级电容和自宣服列车等产品在辗转中展出。 作为一个企业,在技术创新上不光是要立足于自身, 还要把眼光看向全世界, 要找到全世界范围内找到更好的创新点, 然后通过大家的整合和合作, 然后再在这个技术上再去创新的话, 这个起点就会高很多。 据了解,本次制造业大会还吸引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外国商协会代表参会, 他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表示了赞赏, 他们希望通过参加本次活动, 携手全球中小企业共创智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和很重要的展示, 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 製造业和 modern製造业。 中国是主持人的主持人在世界上, 我们愿意来在这里, 为了帮助与这场活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